原本管線分砸的陰暗巷弄 摇着一遍成为亮丽喜气的红砖压花地瓶 这里是台北市永吉路180项70弄2号到30号间的后巷 由于原有的污水管线已经老旧排水功能不佳 在当地6亿里里长反应下 台北市公务局卫工处除了进行管线更新 还提供家职服务让整个后巷幻然一新 我们这边后巷的卫工馆已经很多年了 然后早期可能有里民自己司阶的馆 然后非常的脏乱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我们卫工处 然后我们经过议员的跟我们协调 然后我们重新做了一个美化的后巷的美化 如果是我们管线有施工部分 有足够的后巷的长度跟宽度 那我们就会来做这个所谓的加值的服务 那当然一个我们希望有足够空间 至少要1.5公尺以上 然后要没有所谓的施工障碍物 那我们施工完以后做铺面的复旧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跟所谓当地的里民来讨论 他们的那个铺面部分希望要怎样来做恢复 我们尽可能的能符合里民的需求 那原则上我们现在后巷大概一般都是用洗石子 来做修复 那如果像六一里这条后巷足够宽 那我们就可以用特别的花样来做美化 其中这个圣诞花圈logo来自六一里里长的创意巧思 希望行宿里内欢乐的节庆气氛 因为我们是12月份做好的嘛 当初卫工处就问我们说里长有什么样的构图 然后做一个里的代表 所以刚好圣诞节 我说我喜欢那个圣诞节的花 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样 里长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图样 然后就写着我们六一里代表我们六一里 除了铺面美化 110公尺长的人形专用通道 还设计有50盏太阳能砍灯 宛如七星正般的足以发出七彩柔和灯光 在夜晚更为来往民众带来惊喜 里长也特别有提出一个构想 那当然也是我们施工厂商也来跟里长的沟通 在这条后巷特别为了检验能的部分 做了太阳能的那个灯 就晚上的时候它可能会有灯 让住户觉得感觉上会跟以往的后巷有不一样的感觉 而且我们这是七彩的 七彩的 然后我是走那个七星的步 所以一直延伸下去 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 它吸饱了太阳能的时候 我们整条是彩色的 所以李明刚刚出在施工的时候 觉得很烦很生气 可是做好了第一时间就打电话跟我讲 里长我们的后巷好漂亮 这样的美化成果也获得当地住户肯定 位于由美食一条街支撑的永吉路30巷旁 更成为最新的人气散布景点 有啦 比较清晰 哪有没有 比较漂亮 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差别很大 现在变得漂亮 而且现在晚上有人会来散布 真的啊 对啊 对啊 差很多啊 晚上要傍晚的时候差很多 就是灯很漂亮 这样 以前是怎样 以前张兮兮 而且没有人敢来走这里 现在大家都行人都会经过 超小路都会从这里经过 未公处方面表示 未来将持续推动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 与管区更新 也会配合地方需求 一并进行后向环境景观美化 提供市民一个明亮整洁 又安全的健康生活环境 记者张旗潘 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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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